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3年8月23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是各位的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 for 我們這一節要研究這個叫做 集包子 大撒幣 這兩句是甚麼來的呢 這兩句是事源 有一位就是留學生 在外地讀書 他在中國大陸在2016年 9月份的時候 就是回到中國大陸 然後 就是把 寫著集包子 大撒幣 還有習特勒 習特勒就是這個 希特拉 不過就是改了姓習 穿著一件這樣的T恤 結果當然 在中國大陸一定是立即被拘捕 這一位人士 就是在中國大陸 慘遭判刑 然後就是因為穿著一件T恤 就是遭受判刑一年半 結果這一位人士 就是相當之厲害 他 出獄之後 是被中國大陸 軟禁 然後是限制他 不讓他 離境 然後 他跟著 做了一件很厲害的事 就是 親自上演這個叫做大逃亡 成功 從中國大陸 逃亡 去外地 當然是用偷渡的方法 我們這節再詳細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 記得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 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記得了 三大頻道 目前 我們兩條頻道都被封鎖了盈利模式 我們原本也真的有考慮過用第三頻道 但是由於第三頻道 比起後備頻道的戰鬥力還要更加薄弱了一大半 所以我們也是覺得 在這段時間 我們寧願把大部分的節目繼續免費開放 希望大家 就是繼續 可以支持 也請大家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把部分獨家節目放在Patreon 今天繼續跟大家熱烈討論 極具爭議性 叫做香港議會龍門鎮 我真的不怕說 擺龍門鎮這個idea 真的跟本人一點關係都沒有 雖然我是籌位 因為對上一次會議 其實 也因為我剛考沒有空 所以其實對上一次 會議我都沒有參加 我亦都說清楚 我不是反對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 的確這次擺陣的絕對並非在客 至於到底其他的內容是怎樣 我真的沒辦法留下 獨家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這一節要回來研究這個 叫做權平 他的名字也很厲害過人 他就是叫做權平 其實倒過來就叫做平權 相信 公平和正義 是這個 我們認為在世界上其中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所有道人向善的宗教 一定要有這樣的元素 在現代世界裏面 在古代 很多時候 這個叫做正義 以及這個叫做公平 很多時候都跟宗教是有關係 在現代世界 在今時今日的社會 就是 在沒有宗教的外力幫助之下 一樣 是變成了一種可以 抽離 出來的一種價值觀 其中一個 在香港 爆發的地方 就是叫做時代革命 其中當然 時代革命 如果你真的要數 當然有很多 問題在裏面 但是大致上 大致上那個就是香港人對不公義 看不過眼的一次大爆發 完全包括我們在內 我們絕對 是可以說得上 是在香港的社會裏面 雖然未誇張到 說是既得利益者 但是絕對 是有足夠能力 是可以叫做置身事外 說得難聽一點 可能也叫做 跟大量那些 支持政府的藍絲 可能也叫做分屬 是同一類別 最簡單的 其實我身邊 絕大多數的專業人士 其實 他們百分之九十幾都是藍的 他們多數覺得自己可以置身事外 叫你千萬不要跟他們說政治 但是為甚麼 到最後 有很多人看不過眼 看不過眼就是因為 你沒有理由眼見在你面前 先不要說 他是不是香港人的問題 就算他不是香港人 他在你眼前 他受到迫害 其實你 是應該想辦法去幫他 不是說你 要寫命去救他 但是最低限度他在你面前發生 你要想辦法去幫他 這個道理我相信 其實應該 是沒有得反駁的 也沒有人會反對 我們 為甚麼 說得那麼清楚 我們其實跟這個 在2015年 2016年 17年 香港爆發的這個本土運動 其實我們為甚麼跟他截然分開呢 其實原因真的很簡單 因為我們根本從來都沒有主張過 這個 2016年 17年 主要 主流的香港本土派的本土運動 裏面所說的話 其實我們幾乎都沒有贊成過 反而是2019年 反而2019年我們會走在 那麼前線的原因 就是因為眼見不公平 所以在我們眼中 其實中國大陸的人民 尤其是會爭取民主自由的人 由始至終跟我們都是盟友 從來 都沒有認為過 國內人就無權爭取 香港人就有權爭取 實際上部分香港人的行為 可能遠比 國內人 是更加惡劣 我們現在清楚見證 我們只是單單看看這個權評 這個就是劉鶴先生 他做的事情非常勇敢 在中國大陸夠膽穿著一件衣 寫著雜包紙 大撒幣 根本 就是薄拉 當然他真的被捕 所以 在中國大陸 發聲 的那個成本 其實 跟今天在香港相比 還是遠遠高過香港 雖然香港現在 正在逐步接近 所以其實我們清楚知道 是有很多 在中國大陸想爭取民主自由的人 正在受迫害 好像如同在香港有很多 濟港的人士 面對不能發聲 是一樣 這個情況其實在我們眼中很簡單 跟有人在你面前求救 是差不多 我們想做的事很簡單 就是要令到他 可以繼續有得發聲 我們回來繼續說這個權評 這位權評就相當之厲害 由於被判刑之後 就是坐牢 坐完牢 不單止受盡這個酷刑迫害 更加 出獄之後是被禁止離境 軟禁在中國大陸 於是他 居然 就是展開這個連夜的大逃亡 駕駛著 這個水上電單車 竟然 在海上面橫越了 300公里 逃亡了 去南韓 他真是可以說得上危高人膽大 真是 要穩命搏的 在中國大陸 現在香港可能越來越遲 在這些地方發聲 以及逃亡 真的要穩命搏 我們從來不是要求大家 要穩命搏 但是大家真的不要忘記 你要在一個極權的地方 爭取一個發聲的空間 本身就是有著各種的風險 他 駕駛著這架是電單車 是橫道 300公里 然後成功抵達這個 韓國的人村 然後 向這個 韓國的海外警衛隊 自首 當然了 韓國就是 將他拘捕 然後現在接受調查 駕駛的就是一架 1800cc 的一架水上電單車 真是厲害了 那一架根本就 不可以叫做一隻船 真的是一架水上電單車 這架水上電單車的油缸 沒有可能 足夠讓他可以 走到300公里 他用的方法就是 用繩 把幾個 油缸綁在船上 然後需要一直移動 一直在為這架水上電單車 加油 真是 是叫做 賺命逃亡 就算這架水上電單車真的能夠走到300公里 大家知道了 水上電單車用來 走到大海 如果有甚麼閃失 只是稍為大風大浪 已經是一件 極度極度危險的事情 而且這隻船 簡直 稱不上是一隻船 是小到這樣的地步 真的有些時候 你真的可以說得上 可能叫做老天爺 也是出來幫忙 他一直前往人村 中間 就是沒有起任何風浪 這位人士真的可以用相當勇猛來形容 他這一位 人士的朋友也說他相當勇敢 是夠膽實名出來反對習近平 還要跟著 就是坐冤獄 他坐完冤獄出來 他說 運在中國大陸 是一座更加大的監獄 然後 就是鼓起勇氣 用這樣的方式 去走向自由世界 我們當然不是 叫大家 用那麼危險的方式 因為風險實在太高 但是 真的要大家 細心去想一下 你手上 有的權利 其實那種珍貴的程度 絕對不是 普普通通 在一個中國大陸裏面的人能夠那麼容易爭取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我們要求